大概在2000年以后 赵本山逐步实施了自己的收徒计划 他的徒弟大多是各地二人转眼园中的佼佼者 他们慕名投到赵本山的门下做徒弟 也是想寻一棵大树背靠着好乘凉 毕竟人到中年的赵本山那时已经名利双收 虽然他的徒弟们出身都不高 文化水平也很一般 但是这些人跟着师傅一起干 无论是参与影视剧的拍摄 还是在刘老根大舞台演出 也或是跟着师傅一起上春晚 能看到的是赵本山实实在在的把好处给了徒弟们 今天咱们一起看看他这些徒弟都有着怎样的另一半 一大鹏和张文露 大鹏是赵本山的第53号徒弟 他的原名叫董承鹏 在众多师兄弟中 他的发展是最全面的一个 不同于其他人完全靠着师傅成名 大鹏自立门户之后靠着自己的努力 渐渐打开了名气 他与妻子张文露早先是同学关系 今年一月份时就网传 大鹏和张文露已经离婚多时 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他们夫妻正面的回应 所以具体是什么情况 真的是人云亦云 说什么的都有 有的说大鹏在外面与其他女子生下了儿子 所以才很下心抛妻妻子的 这些捕风捉影的传闻未必是真的 毕竟大鹏和张文露也是有感情基础的 他们毕业没多久就回老家结婚了 那时候为了支持大鹏的事业 张文露甘心在家相夫教子 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 如今他成名了就抛弃发器的话 那还真就不是个东西了 二 王小宝和吴琼 王小宝因在乡村爱情中 饰演长跪一角而成了家喻户晓的演员 他是赵本山的首批弟子之一 拜师那年他就已经39岁了 那时他也是想借着师父的名气放手一搏 结果还真就混出了一点名堂 出了名就赶紧离婚 紧接着迎娶了第二任妻子吴琼 这个肤白貌美的小娇妻 比王小宝小了整整19岁 所以他们两个人站在一起时 总有一种隔背人的记事感 虽然两个人看起来非常不般配 但是他们婚后的生活还是十分和谐的 如今的王小宝早已不是了当年那个 积极无名的二人传演员 近些年他也算是赚得盆满钵满 夫妻两个经常炫耀如今的富贵生活 他们的高调加上王小宝以前的负面新闻 直接导致很多人对他们都没有好感 3.贺树峰和杨晨 贺树峰演的戏永强还是非常深入人心的 很多人一直以为他也是出了名之后 换的老婆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他结婚的时间比较晚 到了36岁才娶了比自己小12岁的杨晨为妻 婚后和妻子的感情很好 现实生活中 贺树峰就像自己在剧中演的戏永强一样感情专一 张可是本山传媒里的颜值担当 猛的一看竟与主持人周涛有几分神似 当初赵本山执意要留下他自己 但是生性直爽的张可一口就回绝了 表明要与王小虎同进同退 正是看到了张可的这份决心 赵本山才点头同意将王小虎也收在了门下 不过起初王小虎根本捞不到杀出场的机会 看到自家男人受了冷落 一向心直口快的张可再次去找赵本山理论 赵本山也是非常认可他的较真儿尽头 答应给王小虎提供更多的登台机会 王小虎的上辈子真的是拯救过全宇宙 才会在这一世娶了这么一个好妻子 他们能走到一起 肯定都有让彼此欣赏的地方 就比如在过日子方面 张可就非常佩服王小虎 因为没出名前 王小虎也吃过不少苦 所以即使出了名以后 他依然特别会节省着过日子 这一点就连张可也自愧不如 他从来不乱花钱 用他媳妇的话说就是太抠 抠到一瓶水 都舍不得买的地步 即使很渴了 也非要忍到回家再喝 五 唐建军和王小华 唐建军最早出演的电视剧是《刘老根一》 在片中他饰演了徐迈一角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 那时的他头发还挺茂密 戴着一副眼镜 显示出了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 和后来他在乡村爱情中 饰演的谢广坤完全是两种风格 他先后经历了两次会议 前期因他的喜心厌旧 对其痛恨万分 还曾站出来爆出了不少他的黑料 其中一条就是说他重男轻女 在婚内就做出了背叛妻子的措施 不过他娶了王小华后 好几年都没有上孩子 检查发现王小华患有不孕症 但是他对妻子始终不离不弃 即使后来王小华处于愧疚 向他提出了离婚 他也没有答应 可喜的是没过多久 王小华就怀孕了 还给唐建军生了一个女儿 不过网传他已经和王小华离了婚 但是这只是谣传 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认可 6.蔡维利和张欣 蔡维利成家比较早 他还没有拜赵本山为师之前 就已经娶妻生子了 他的老婆牧童原名叫张欣 曾经是一名老师 经过蔡维利的培养 他后来也成了一名二人转演员 在赵本山的众多弟子中 蔡维利是深受师父重视的一位 他为人诚恳且话不多 几乎看不到有关他的负面消息 现实生活中蔡维利也是相当顾家的人 他和妻子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一家四口的小日子富足又惬意 7.颜光明和赵海燕 每每回忆起和丈夫颜光明 相识相知的过程 赵海燕都会情不自禁地满面带着笑容 他们二人在非刻意安排的情况下 几次不期而遇后 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生活中的赵海燕 并不像乡村爱情里演得那么老气 他不仅非常懂时尚 学识还十分了得 因为让很多人都想不到的是 赵海燕是一所大学里的副教授 如今他们夫妇已经结婚二十多年了 感情依旧稳固且深厚 儿子颜猛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 也进入了演艺圈 一家三口幸福的非常令人羡慕 8.刘小光和陈静 刘小光也结过两次婚 他的第一任妻子不是圈内人 现任妻子是一位二人转演员 他们曾多年在一起搭档唱二人转 并且配合得十分默契 婚后刘小光对媳妇也是极尽宠爱 在节目中他曾直言 老婆出去买衣服时从来不看价格 只要喜欢就立刻拿下 如今刘小光前妻所生的儿子刘成 已经娶妻生子 而现任妻子所生的孩子还小 虽然刘小光也欧有绯闻爆出 但是他应该不会轻易与妻子决裂 9.宋小枫和杨小如 宋小枫还在跟着团礼跑演出时 就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杨小如 那时他们两个人虽是情投意合 但是因为宋小枫的穷困潦倒 杨家父母起初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 无奈老人再怎么不愿意 也拗不过一心想嫁给穷小子的女儿 杨小如根本没有被贫穷的宋小枫吓倒 态度十分坚决的就要嫁给他 杨小如认定了宋小枫是一个有上进心的男人 认为他的贫寒只是暂时 坚决相信他以后会有大能耐 肯定也会很有钱的 自从败了赵本山为事 宋小枫就彻底迎来了峰回路转 不仅参演了乡村爱情系列 还上了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 身家和名气直线上升 红了以后也没有变心 至今和妻子夫唱妇随 家庭和睦恩恩爱爱 十文松和刘美玉 刚认识刘美玉那时 文松还是一个四处走学的歌手 这个东北姑娘 是他到黑龙江加木寺演出时遇到的 几经辗转二人竟结为了夫妇 为了能和刘美玉在一起 文松放下了自己喜欢的音乐事业 跟着刘美玉学习二人传 最后二人一起拜了赵本山为师 他们结婚的时候 师父亲笔提起了四个大字百年好合 寓意两位徒弟能长长久久的过下去 到目前为止 文松和刘美玉没有辜负师父对他们的期望 他们婚后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演唱二人传的同时 还积极参与创作小品 还共同出演影视剧 就比如电影缝纫机乐队里演的夫妻 卧鼠藏虫里演的侦探古装喜剧 雀刀门传奇里演的相亲对象等等 舞台上他们是配合默契的搭档 生活中他们是相互鼓励的好伴侣 这对快乐的喜剧人夫妻 用他们的优秀作品带给观众无限的欢乐 用他们自己的爱情故事带给观众无尽的温暖 十一 富翁和王月 相爱中扮演大盖的富翁和扮演二丫的王月 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对真实的夫妻 这在当时追剧时很多人都没有留意到 富翁最早以保安大盖的形象试人时 是在黑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本山快乐营》里 他和霍雅子两个人一高一矮 给观众营造出了强烈的喜剧感 在第五部《乡村爱情》中 他才真正第一次以保安大盖的形象 在电视剧中与观众见面的 后来他还被唯以执行导演的重任 富翁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变 随意给自己和二亚加戏 这曾引得无数相爱迷们抗议 有人调侃他说 差点就把自己弄成了第一男主角 他们二人在参加《本山快乐营》时 就被认为是非常般配的一对 毕竟身高一米九以上的富翁 要有一个高个子女生才能与之相配 恰好王月的身高在一米七以上 两个人站在一起时并不觉得很突兀 后来他们二人相知相恋 真正的结为了夫妇 婚后二人把日子过得是风生水起 还剩下了一双儿女 凑成了一个好字 俨然成了重视兄弟中的模范夫妻 12.黄胜一和杨子 黄胜一是赵本山一众徒弟中的特殊存在 她是在事业出现蹉跎之时才败在赵本山门下的 她也知道被靠大树好乘凉 看来黄胜一败失时的心思并不简单 她嫁给杨子时 男方已经经历过了一场失败的婚姻 还和前妻生有一个女儿 为了不给这个女儿留下童年阴影 杨子和黄胜一结婚时并没有对外公布 对女儿也是保密的 直到她的大女儿上了初中以后 她才对外公布自己在八年前 就已经和黄胜一结为了夫妇 这期间黄胜一背了不少破坏别人家庭的骂名 但是她都隐忍下来了 对此杨子也是十分的感动 黄胜一在婚后为杨子生了两个儿子 一直想要女儿的她 疑似已经有了三胎 不知道这次能否如她所愿生下闺女 13.董三毛和刘丹 在《乡村爱情》系列剧中 董三毛和刘丹饰演的是一对夫妻 非常有意思的是 她们在片中还有离婚的戏码 而在现实生活中 她们二人却是非常恩爱的好夫妻 相比其他那些红的发子的师兄弟来说 董三毛一直没有迎来事业上的巅峰时刻 她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和自己实际年纪极其不符的角色 还不满40岁的她 在剧中的造型非常老气 以致很多人都以为她年过半百了呢 她和刘丹也曾是二人转搭档 妻子比她小三岁 戏外的刘丹是既美丽又时尚的女人 她们两个婚后只生了一个儿子 虽然没有火红的事业 但是并不妨碍她们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的日子 相比那些红了以后就换老婆的人来说 董三毛有着自己独有的幸福感 她在《相爱》中扮演的徐书记 还是深受观众喜爱的